就在李冰冰和杜琪峰导演会面的第二天的一大早呢 《变形金刚4》的剧组就在香港的一座大厦里面进行开拍了 那导演男女主角都到齐了 一切看上去好像进行了很顺利 是的 但是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了陈咬金 让导演麦克尔贝去遭遇一场意料之外的动作戏 究竟怎么回事 去看一下 首日开工 《变形金刚4》导演麦克尔贝 男主角马克沃尔伯格 斯坦利图奇 女主角尼克拉·佩尔兹奇数亮相 当天剧组在租用的基于用英皇道一发大厦取景 不料大厦内一对金银水电五金电的兄弟俩声称 电影拍摄影响生意 向导演麦克尔贝索要10万港币的损失 但被拒绝 一小时后 兄弟俩和另外一名男子重蹈剧组 导致拍摄暂停 冲突中导演麦克尔贝右脸受伤 女主角尼克拉·佩尔兹受到惊吓 躲到隔壁的另一家店 三名闹事者被拒组十多位工作人员联手制服 其中一名27岁的男子还受了伤 警方赶到现场以涉嫌勒索商人以及袭警 将三名男子带头调查 住在附近的演员卢大为也告诉记者 类似的事情曾经发生过 据悉 根据电影公司和大厦物业的协议 原型金刚寺剧组以8万港币租用大厦4日 而个体租户在索要赔偿显然是不合理的 导演麦克尔贝也在个人主页公开了在香港被打事件 言语嘲讽犀利 他们三人简直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的丧尸一样 他咬人呢 虽然目前剧组已经恢复正常拍摄 但是由于电影金刚寺和导演麦克尔贝在中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剧组被索要十万元的新闻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 身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曾志伟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刻斥责闹事者大呼他们丢了香港的脸 这个保护费啊 这个已经消息了快二十多年了 怎么突然间发生了 还在一个人在外国电影里面 这个影响我们香港的生意 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事情 真是丢脸了 午后主要演员们重新回到天台上走戏 情商不下火线的麦克尔贝也耐心的一遍遍给演员讲戏 当天记者还在剧组看到了中国模特赵倩 通过海选获得出演机会的他 看起来已经涌落角色 虽然剧组看上去已经有条不紊 不过此前的闹事者 还是给现场带来了几分紧张感 比起上午 剧组明显多了不少穿着制服的保安人员 对于记者的采访也是一概谢绝 希望导演没留下欢迎一下香港报道